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无人机项目的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的内容 今天这个课是比较好玩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PPT 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点什么呢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增量式PID算法 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 我们之前是介绍过这个PID算法 位置PID增量PID 以及模拟PID的电路 如何设计以及工作原理 那么今天我们实际就应用一下 我们的这个PID算法 那么电机控制呢 它实际上正常了 我们生活中应用的 或者是工业中应用的 大部分都是三环控制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三个闭环环路 从里到外分别是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 那么为什么最内环是电流环呢 因为你速度环得出的这个命令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命令 就是说它是个比较不合理的这个命令 如果没有电流环的话 那么这么大的命令给到这个电机缺容器的话 缺容器会输出一个非常大的电流 容易容易导致这个电机烧坏 比如说电机堵转了卡住的时候 速度环给定的命令 仍然是比如说52每秒 这种情况下电机根本是转不了的 那么这个速度环它会越来越增加这个电流 最终把这个电机整个烧毁掉 所以呢它最内环是电流环 确保这整个系统是安全的 然后呢 外层是速度环和这个位置环 这个电机控制非常简单的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的那个电动自行车 它很显然就是一个电流环和速度环 因为它不会烧坏嘛 那么它的速度也是可以由我们的这个油门控制的 但是它没有位置环 因为它的位置是随时变化的 你一开它就跑了 它控制位置干嘛 还有这个电动车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现在我们渐渐流行起来这个电动汽车 它实际上 电动汽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机电控制系统 那么里边的这个技术啊非常多非常复杂啊 然后呢电机控制 最常用的还有这工业自动化 包括一些什么 雕车呀乱七八糟的些什么 反正用到电机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 电机控制在里面 那么它可能不是直流电机 有的有的可能是交流电机啊 三项的或者是单项的 等等这些吧 然后咱们无人机中呢 我个人觉得至少应该有电流环和速度环 位置环的话它可能会有 因为它有的时候要要旋停 旋停的时候就必须用位置环了 但电流环和速度环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讲课用的这个就是给我配的这个无人机呢 它实际上电流环也没有速度环也没有 因为它非常小啊 它这个PCB面积也非常小 它上面放不下这么多电路了 所以它的电流环和速度环都没有 实际上就是一个PWM这个信号 控制一个这个MOS管开关 然后直接就去启动电机了 那么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飞机的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 但是我觉得啊 大疆应该是有电流环和速度环的 大疆的飞机啊 我手头有一个大疆 但是我舍不得拆呀太贵了 那么我们要用这个PID算法来控制这个电机的这个转速的话 首先要对这个PID控制器的类型进行选择 这个类型是指什么呢 首先是PID这三个参数 我们要哪个不让哪个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速度控制来说呢 一般情况下啊 工业应用的 对我所知啊 包括书上教材介绍的 一般应用的速度控制 一般应用PI控制器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只要P和I 不要这个D 不要微分控制 因为微分控制 在速度控制里面 它容易引起震荡 所以我们用PI控制就可以 那么控制器的类型选择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是用增量式的啊 还是用这个位置式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速度环与位置不关 所以就用增量式的PID控制器了 我们增量式的PID控制器的 STM32实践呢 首先我们这个数字的这个算法都要有一个 这个很小的这个时间控制间隔 所以我们用这个定人器来实现周期性的采样控制 这个采样时间呢 必须很短 我们此处设定为10毫秒啊 那么大家如果不信我的话 觉得我在瞎说的话 可以试试 把这个时间改成50毫秒的话 你的控制就乱了 彻底乱了 然后计算结果 这个增量式PID的计算结果 为当前PWM占空比的变化量 也就是说它得到的结果只是变化量 你最终写入到这个PWM占空比 计算器里面的这个数值呢 应该是变化量加上此前的那个占空比的值 所以要加上一个偏制 那么最终这个表达式呢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偏制 用一个累加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然后每次写入的值就是这个PWM这个值 那么我们为了 啊 跟大家说明这个闭环控制 确实是比快环控制好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对比 那么对于一个速度开放的控制系统呢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很容易受到外界啊 这给我错别了不好意思啊 受到外界这个环境干扰 然后改变转速 也就是说 你把你的电动车挂了 比如说啊 因为电动车实际上是无级变速的部分档 比如说你挂了五档 跑着跑着突然一杆风一吹 你这车停了 你这叫什么车呀 这根本没法用对吧 所以呢 对于速度闭环的系统呢 它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抵抗外部的干扰 维持速度在设定值附近左右 做微小的波动 它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啊 它能够抵抗干扰 它的维持速度也不是说 你设定是50米每秒的车速 它一定就是50米 它可能一会儿49 一会儿51 一会儿48 一会儿52这样 它在设定值的附近做微小的波动 但始终维持在这个平衡值附近 这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了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这个上帝是不会帮我们把这个车速 是维持在50米每秒的 所以呢 靠我们的控制器的话 它只能是在设定值附近做微小的波动 好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进行演示 那么演示的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stmsi 实现这个增量式pid算法 还有就是指数电机的速度避环控制 还有就是开环和避环的对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呢 还是使用我们额外的硬件 因为我们飞机上呢 没有这个速度的转感器 也就是说那个电机上没有这个编码器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电机的这个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还是额外用的这个 我手头的一个这个带有电机编码器的这么一个电路 来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这个程序呢 这个比较巧的是呢 我手头这个电路的cpu 都跟我们这个飞机上的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stmsi r c8系列的 所以呢 程序呢就是一模一样通用的 只不过GPL可能要改一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次课程讲课用的这个啊 大家别觉得烦啊 所以这一次课换了多少次硬件 其实是你们赚了 你们听了一次课 就听我讲了这么多东西 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主处理器跟我们这个 这个buttfly的飞机上是一样的 那么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个传感器它也是这个MPU6050 然后也有这个蓝牙模块都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巴拉巴拉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这个电机有个驱动器啊 驱动器跟我们物联网上的这个 情况不一样啊 不过无所谓了 这些东西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这个啊 所不同的是它有个电机编码接口 这个电机编码接口呢 电机上带着这个码盘 然后电机转一圈之后 有返回固定的脉冲 所以呢 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电机的这个速度了 那么 获得电机速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CPU里面 运行一个PID控制程序 改变这个PWM 然后呢 去实时的跟进这个电机的速度 好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代码啊 这个 呃 林格斯不是说过吗 这个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吧 就是没事 不要瞎白糊 给我看代码 吹牛谁都会是吧 好 我们这个代码的框架 跟我们这个呃 麦子学院的这个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工程是几乎是一致的 好啊 啊 这里我也不重复介绍了 那么 还是一样 我们有一个主函数里边做所有的初始化 和跑一个死循环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命令都是用这个 买cmd.c这里边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程用的这个 啊 电视器呢还是用的t3 那么t3的时候呢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以前用它 用用t3来解析这个串口命令的时候 是一般是用50毫秒中断 或者60毫秒都可以 这是无所谓的啊 但是我们这次课程呢 要用的是10毫秒中的 你改成50的话 这个控制就失效了 因为它跟不上 然后我们在这个t3的这个中段里面做一个什么事呢 前面这些都不管了哈 我们读取这个电机编码器的值啊 这个电机编码器是我们定时器t2 那个实现的之前的课程有介绍 不多说了 读取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计算一下这个 用这个增量式pid 计算一下我们啊 设定的值和编码器返回的值之间的误差 返回的 计算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值写入到这个pwm计算器里面去 然后这个增量式pid我们看一眼 啊 增量式pid这个程序在这个mymotor的pid.c里面哈 很简单 呈现了两个参数之后 然后我们默认的这个kp和ki的值 误差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这个编码器的值减去这个我们设定的值 然后呢 这是我们pwt里面介绍的这个增量式pid的这个算法 算完之后呢 要更新一下这个误差值 好 把这个前字 把本次误差写入到前次误差里面 留着下次继续用 因为我们这个 函数是周期性调用的 这次算完之后 下次还要继续算 那么最终返回的值是这个pwm 也就是说累加的这个值啊 这个式子是增量的式子 返回的这个最终写入的值是累加的这个值 好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效果吧 呃 运行的效果 呃 我们这个呃 目标值呢 在这里 呃 目标值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把它设成 0了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电机是不会转的 好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演示的时候 我得把鼠标拔掉 把这个摄像头插上 这个电脑usb接口实在是太少了 这个苹果公司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活活把用户最最想用的这个usb弄的是这么难受 好 我们来打开摄像头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像头啊 现在我手放在这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在 这个代码我已经烧写到这个cpu里面去了 啊 这个这是我们用的这个电路 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啊 平行车啊 只不过他这个cpu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课程可以拿来借用一下 然后我现在连接串口 好把这个开关打开给车上电 上电之后呢 我们连接下串口 然后我们等待这个蓝灯亮起 就说明这个车初始化完成了 啊 初始化完成之后 我们要干一件事就是 给他发送速度命令 那我们的速度命令肯定是在这个买cmd.c里面定义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设定这个速度的时候是5号命令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6号命令是用来读取这个左右两个轮子编码器 这个轮子呢 一个轮子是闭环 跑了不见了 这个轮子这个轮子是闭环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闭环的闭环控制的 这个是开环控制的 那么等一会呢 我们就要对这个轮子进行干扰 看看他们对干扰的这个反应 好我们先来给定一个 给定一个速度 不用给太多给个10吧 好我们看到这两个轮子都开始转动了 那么 我们来读取一下这两个轮子的转速啊 就是说6号命令 我们大家看这里控制台会得到这个我们轮子的转速 好 那么一个是10一个是-11 这个-11是因为这个轮子是在两边的 所以它的方向是反的 所以呢都可以认为是10 那我们看一下明天有一个偏的有点大 应该就是开环的那一个 好 我此刻按一下这个轮子 我们发现这个声音变得很尖锐 是不是他这个轮子在抗拒我的这个干扰 好我们边的这个轮子 边发6号命令 看看这个态度有什么变化 OK 好我clear一下这个data 我还是从这按着发 好大家看不管我怎么按 这个数使用都在10左右 其实我这个手已经蹭的很疼了 这个轮子磨着我的手 然后呢我们再来对另外一项进行干扰 就是这个轮子 好我们对他进行干扰用用手摁住他 然后摁住之后大家明眼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变小了 甚至停转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直0 4 这就是开环系统 他没法抗拒我的这个干扰 然后闭环系统的话 他会始终努力的维持自己的这个转速不变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pid的这个啊 闭环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这么一个演示 那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外部干扰去掉之后 开环的这个轮子实际上转速又回到10左右了 但是呢他永远是没有闭环的那个那么稳定啊 闭环的这个呢就是101019101019这样的 好了 那么 这个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呢大家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自己试一下 改变一下这个pid的参数啊 还有就是改变这个 嗯 控制时间啊等等这些去看一下 这个最终的控制效果有什么不同 好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 嗯 谢谢大家 嗯 嗯 嗯